距离5月23日的Compute X2022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备受玩家们关注的Zen4处理器和RTX40系显卡 非常有可能会在这次展会上亮相 所以在此之前RTX4090的核心规格便得到了全新纰漏 甚至有望提前至7月发售 这些更加详细的情况 下面就给你超级客来看看吧 前段时间虚拟货币的暴跌 让矿工们再次遭遇重创 玩家们对此也是纷纷拍手称快 而且于现在大量矿卡的市场现状 自然而然我们也就越来越期待RTX40系显卡了 凑巧的是NV代下一代卡皇RTX4090的核心规格 并迎来了全新曝光 具体来看其将采用全新的台积电4N制程工艺 并基于Ada Loveless架构打造 使用顶级AD1012300核心 并且还将配备位宽为384bit的24GBGDWX显存 显存速度为21GBPS 带宽速度超过1GB每秒 支持PCIe 4.0 TDP功耗为450W 而根据推特用户Kimi泄露的工程员图来看 RTX4090的核心数量可谓是进行了大幅升级 如果简单对比RTX3090的话 RTX4090的GPC图像处理机群 从原本的7个增加到了12个 增加了近70% 其的单个子内核内置了192个扩大核心 对比RTX3090Ti多出了50% 而单个SM单元则内置了64个WARP线程捆绑 和2024个着色器机群线程 这比RTX3090Ti多出了近30% 同时其他拥有72个GPC纹理处理机群 和126个SM单元 至于扩大核心数量 RTX4090的规格就极为夸张了 共计为16128个 而作为对比的RTX3090Ti 仅有10752个扩大核心 单从核心数量上 RTX4090就已经是RTX3090Ti的1.5倍了 不难看出RTX4090的堆料延续了NVIDIA的一贯策略 并且核心数量也符合次时代旗舰顶级 而在缓存方面 NVIDIA也仍下了狠功夫 RTX4090的L1级高速缓存将扩展至192KB 相比RTX3090Ti足足增加了50% 而L2级高速缓存的扩容则更为恐怖 将扩展为96爪币 这直接相当于16个RTX3090Ti的缓存容量之和 同时RTX4090还将配备全新的第四代涨量核心和第三代RT光追核心 其的光山单元数量将从RTX3090Ti的112个增加至384个 增加了近240% 得益于这些改变 RTX4090的理论浮点运算能力将突破三位数大关 正式迈入百位级浮点算力的新时代 除此之外 对比RTX3090Ti RTX4090的光山和光追性能都有望实现翻倍的提升 再加上DLSS技术的加持 相信RTX4090的游戏性能肯定会让感兴趣的玩家们满足的 然而对于等等党来说 最值得高兴的是 RTX40系很可能会在Q3级的初发售 也就是在7到8月这个时间 最迟也是在9月发售 而在几天后将召开的ComputeX2022上 NVIDIA极有可能会公布更多RTX40系显卡的消息 届时我们也会一一报道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意见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月强 我们下期再见